遠端遙控,我把家裡 上禮拜二的影片傳上 總共的話,會有八段影片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把資料庫的部分 再用比較其他的範例 前面的會員資料 可以把它寫到資料庫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全程由於地址 把它寫到資料庫 當然的話,將來你也可以試試看 資料庫的應用 比如說你想要再把它匯出 匯出就是slate,查詢 如果你希望再給sale用的話 再給sale用 比如python資料庫 要給sale用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用哪個方法 匯出就是什麼 先slate它那個table的東西 當然可以加條件,篩選 如果你要給sale用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兩行程式 可以什麼,f等於open 你要輸出的檔案 檔案的話可以是加上絕對路徑 w模式有沒有 後面incoding不要加 不要加utfbar 然後後面存檔的時候 記得哦 副檔名加.csv就好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python的資料庫 要匯出給sale用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它存成 副檔名叫.csv 這樣子的話 esale就可以打開了 那你要後續做其他事情 就比較簡單了 這個我記得好像前面有講過 有沒有 應該有印象嘛 就是輸出存檔成csv ok 當然還有其他方法 我講的是說 以目前我看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直接存csv就好 反正如果假設你要存csv檔的話 那你還要再input其他的模組 你才有辦法去辦到這些事 反而更麻煩 找不如就直接用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學到的東西 上個禮拜 上次上課的部分 大概有這些 還有就是說 像之前有遇到那個寫入筆數 有的同學好像跟我的筆數不一樣 不過我同學蠻認真 回去還要繼續研究 到底哪裡出錯 那當然很簡單 你可以把那個筆數 比如那個串列裡面的len 輸出看看 看看他的筆數到底是否正確 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或者說你可能要 在某一個斷點的資料 先print出來看一下 這個除錯我想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而且是還蠻花時間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回去 再試試看 那我有把影片剛剛就把它傳上去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第一類 第一類的話 後面還有這個公里引力轉換 這一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那這邊的話它有一個XYZ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那個輸入 特別注意喔 輸入的話如果是分鐘的話 你可以把它先轉成小時 所以要怎麼 要把它除 除以60 有沒有一個小時嗎 60分鐘一個小時 你必須要把它先轉成小時之後 那那個秒數也是一樣 要不然也是一樣先轉成小時 你才可以做計算 那計算公里之後的話 它說再把它轉成英里 英里的話 等於英里等於是1.6公里 它有個固定的公式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就假設速度 1025 等一下 10分25秒 它如果跑了3公里 請問時數是多少 時數是10.8mine OK喔 不是10.8公里喔 沒有 這個是什麼 X是分嘛 秒 然後3公里 3公里其實就3000嘛 意思是說以前有沒有 當兵的時候跑3000 3000如果跑10分25秒的話 哇 算快的 對不對喔 如果有跑 或有當過兵的應該都知道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跑大概12分多吧 3000跑12分多 應該算快的 對不對 我那時候當兵之後蠻有趣的 因為我是 因為我念完讀完博士之後才去當兵 而且是撐到最後一年 就是我反覆規定喔 男生一定要當兵的極限就是33歲 如果你33歲喔 你還沒有完成學位喔 你就被強制一定要爭掉去當兵 那剛好呢我33歲那一年 剛好就是我畢業那一年 所以我當兵的時候已經是全部 那時候博士也是浴官嘛 那所以浴官裡面呢 年紀是最長的 最小的大概比我小14歲吧 十幾歲啦 大概是差一輪的 那時候其實我發現 我們大概五十幾個人 我大概跑 大概排十出頭格吧 也不算跑得太慢了 好 那這個地方 大家請各位再試試看這個題目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坐標計算 它也會有一個公式 這個x1y1 所以將來的話你要輸入什麼 輸入四個數字 然後要把底下這個結果給輸出 要怎麼做 而且它沒有小數點 不過我印象中這個題目後來有改 好像要改成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ok 所以如果將來你看到這個題目有改成小數點第二 那你就把它改成小數點第二 第二位也很簡單嘛 點2f就好了 好 冒號點2f 那還有就是說 正n邊形的面積計算 那輸入的話呢 輸入什麼 輸入8 跟6 8是指什麼 幾個 幾個 八個六邊形嘛 八個 代表 幾邊 第一個數字是八邊嘛 然後幾個嗎 編長 編長 編長為6 八邊六 那它的面積是多少 那它這邊有公式 面積等於n乘上s的平方 除以4乘上10 那這個10的話呢 在mess裡面有 所以mess點10裡面就有了 ok 那mess點pi 除以n 就ok了 所以其實 當然你看它的公式 好複雜 不過其實就照著代就好 也就是你今天輸入的第一個值 假設是n 你就把它input 有沒有 n等於evalue input就可以了 然後呢再來下一個這x 等於 就把8跟6輸入 然後後面底下的話 這個10就是imput match 就可以直接拿 這邊有上面有提示 ok 那底下這3題 就留給各位當練習題吧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那個第二類的題目 所以接下來的話第二類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類的202好了 202這一題 那再來就第二類 這一類的話主要是做邏輯判斷 if else else if 等等的 那這一題主要是什麼 判斷它是不是 為3或5的倍數 那怎麼輸入呢 特別是它裡面有說明 輸入一個正整數 所以一定要是整數 然後判斷說它是不是3 或者是5的倍數 那所以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輸入是4、5的倍數 第二個是3的倍數 第三個是什麼呢 輸入兩個都不是 不是3也不是5的倍數 那最後一個是兩個都是 所以總共的邏輯敘述會有4種 那我怎麼知道能不能 是不是誰的 多少的倍數 那記得就是用什麼 那個百分比嘛 有沒有 邱輯數嘛 比如說那個數字 除以3之後能夠被整除的話 OK 那表示說是3的倍數 如果能夠除以5之後能夠被整 那是5的倍數 那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那表示兩個都整 那如果兩個都沒有 那表示呢 就不是 所以程式如何撰寫 那這邊的話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一樣先建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呢 我叫A202 再來的話呢我就開始敘述 所以特別注意我們就按照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按照這上面給的數字 來做輸入的話 假如能夠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表示應該是 八九不離十 五十五 他一樣 五十五 四 這個五的倍數 然後呢再來的話 阿波特倍數 他第二次輸入一定要再執行 除非說你這邊要跑個回圈 跑個回圈 如果I 4就好了 如果你 跑四次的話 你當然就要寫個回圈 不過他這邊沒有寫個回圈 所以我們變成要再執行 三十六 是三的倍數 如果是九十二的話 那它出現了 不是 三或五的倍數 那最後的話是十五 十五是兩個都是 是三和五的倍數 而且特別注意 這上面的字每個字都不能打錯 那首先的話 程式該不會撰寫 第一個先輸入 那我把這個輸入值先放在A 那判斷一下第一個 那判斷一下第一個 判斷什麼呢 是A和五的兩個都同時的倍數 所以呢 如果呢 這個A 假設是除以3之後的余數等於0的話 前面講過 and A除以5之後也是整除的話 那就是什麼 它是什麼 這個3和5的倍數 兩個都是 那其次的話呢 再來就是什麼 3的倍數 5的倍數 那最後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else 就是它都不是 OK 大概這樣的敘述 不過呢 那個順序 其實有部分是可以調整的 不是說一定要照123 其實如果把3、2、1調整一下 其實應該也是結果 應該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這個順序不是說一定百分之100 一定要這樣 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利用那個邏輯判斷 判斷它是不是3或5的倍數 試一下 這個前面其實也寫得蠻多的 喔